它沒辦法 不能燙太久 海參經過汆燙 再將山藥快速油炸起鍋 用蔥薑蒜爆香 再加入蠔油等醬汁 最後把海參和山藥加入快草 這道山藥蠔油海參 含有豐富膠質 海參本身比較 蠻有豐富的胺基酸 非常低漲固醇 大家都比例它為海中的人生 而我們山藥 也是非常含有非常多的營養價值 大家都比例它為山中人生 我們把這兩樣人生 加在一起 組合在一起這樣炒 非常獨特 很適合全家大小一起享用 而這一道山藥蝦捲 用基隆蝦仁和澎湖花枝 先將山藥泥 山藥塊混合 最後包入餅皮 下鍋油炸五分鐘 其實我們基隆原生種山藥 它的口感非常Q Q黏 肉質很細緻又紮實 在短時間的烘煮裡面 它會比較有脆感的 山藥口感綿密 秋冬是盛產季節 尤其基隆有白雪芋 和基隆山藥兩種品種 基隆市府和農會合作 要把山藥結合山海特產 設計了10道滿滿山藥大餐 選定的基隆港海鮮樓餐廳 提供100桌的一個份額 給喜歡吃山藥的市民好朋友 跟各地的觀光客友人 來共同跟我們享用這個限量的山藥大餐 不過今年基隆山藥產地 受到山豬山腔破壞 農損情況相當嚴重 以七度馬林地區 每年平均有15000斤產量 但野生動物大肆破壞山藥圓 讓山藥產量只剩下三分之一 現在的山豬跟山藥 實在多到沒辦法形容 在路上走都可以看得到山藥 他來吃 吃了以後大概今年的山藥 應該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 因為今年開始農友有反映山豬 山豬的掠奪非常的氾濫 所以其實今年開始 在我們產發處有補助農友 開始申請這個店網的部分 就是防止他們進到生產區 大概有四到五戶的農友 有來申請補助 那未來看能不能 因為店網的設置 能夠減少山豬跟山槍的侵略 然後減少農產品的減損 農舟物都被野生動物清洗掉 有猴子也有 什麼山豬 山雁 這個就很多 其實只有原本的產量三分之一 那因為氣候的關係 還有一些野生動物的關係 所以其實今年的山藥 是比往年的迷足 來更迷足珍貴一點 所以我們今年開放一百桌 也不會再增加了 希望大家可以掌握世界 把握機會 然後一起來享用這個好車的山藥 美味的山藥結合基隆石令海產 東令滋補 所有山藥浮跳牆 還有魚肉皮粉鍋等 創意山藥料理等的韜客 來基隆品嘗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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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